回来了跟大家说一件我看到也觉得挺惊吓的消息 今天忘记了说财经不要紧 今晚看看有没有时间 因为我也要看看财经的东西 我看完或者今晚可能跟大家说一下 安排得到才是不一定安排得到 现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很多都是裁员 大家都听过了 Google炒了一万二人 在Google那里被人炒了的员工 当然会谈谈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人炒 他们很不明白为什么会被人炒 被人炒也很奇怪 不知道 Google里面的员工 谈了这个问题之后 他们有个结论 就是 究竟哪些人被人炒呢 就是他有一个演算法去炒人 这个是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范畴 就是 他会用人工智能去看一看 究竟炒哪个人 是不会犯法的 还有 炒哪个人可以省到钱 还有炒哪个人对公司影响是最少的 这个就是用一个演算法 用人工智能去计 计完之后 就决定去炒人 这个说法 就是 就是 在Discord里面有个帖子这样说的 究竟 是不是真的Google的员工这样想 我就问过一个在Google里面的人 他现在没有被人炒的 现在他还在Google里面做 那么 他就说 不是啊 这个真的有可能 因为他也是做AI的 其实就是 我那个朋友也是做AI的 他说这个Discord这个帖子也有可能是真的 那你说是不是一定是真的 我也不敢说 是有可能是真的 Google他出来说 这个 他们裁员的决定 是没有用演算法的 是没有用演算法的 这个 Google官方的说法 就是 没有啊 我没有这样炒人 但是现在你看一下 现在的情况 其实Google做什么 都是用演算法去做的 就是譬如 举个例子 派不派 我们这个节目这条片出去 他也有一个演算法的 他会考虑什么呢 他会考虑收看的人数 他会看下留言的人数 他也会看下 就是 这条片本来出开的台 他 那些人派了那条片出去 那些人会按不按来看 就是 如果按的比例是低的 那他就会慢慢不派那条片 所以你会看到Google有些片 就是很多人看的 突然之间 有很多视频 他们 有一部分人的做法就是 他知道他会看下 那些人是按多少 那他 就是所谓做一个 买view的动作 那买view 其实在Google 来说 他是违规的 如果被人知道 你买view 他其实是可以封你户口的 那现在当然有些view 就是他们说 买view的人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究竟是不是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没有买view 就是 如果有买view 那么少人看 那就大煲领络了 那 那 其实 他们Google前员工质疑的东西 其实有没有问题 其实 没有问题 因为原来 现在很多HI部门 他真的会用 那些Machine Learning的软件去分析 那些数据 是会的 就是之前 譬如你要去面试 请人 那些 其实现在大公司 有很多已经用AI去做的 那么 他决定要炒人的话 他也可能会借助于 这些演算法 和AI的能力去做 那 那 那 一月份的时候 美国 就做了一个调查 是300间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 那 那 调查 回应回来 有九成八的人 就说 会用软件和演算法 去帮他们 做出今年要裁员的决定 那 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的大企业 裁员 他们的人数很多 一裁就裁几万人 那样 如果你 如果你靠人去 去决定 那万多人 哪个要走 就很难 那就一定要用软件和演算法 好了 俊坤就说 美国大公司是这样做 不怕被人高 所以 每年考核上司评分 会令你被炒 所以如果低分 就一定要不同意 争取改高分 那 那 《毅民香港》就说 谷歌演算法做出来的结果 就是乱吹乱讲 夠激夠爆的标题 就多派一些 也是我最不想做的 是的 我是真的很不想做 这一件事 但是我迟些都要做 我都说过 其实我现在都是 压制着自己不做这些事情 但是迟些都是要做的 因为根本 讯息都不能播出去 如果不敢做的话 就是 别人说 在渤海那里 违捕美国潜艇 那条片 明知是假的 也有几万 views 接着那些人还跟我说 当然 这些不用这么认真的 这些标题党而已 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 不过我喜欢听 过瘾 我喜欢按下去 那就大煲领络了 Terry Joe就说 用AI炒人 是的 现在就是大企业 如果你在大公司工作 你就预计一件事 就是有可能 用AI去炒人 为什么呢 他就是 他就是 用一个 就是 他的产品是这样的 他就是 看看你那个 员工有什么技能 那 他 那个员工 譬如那些技能是多的 或者 哪些工作经验有的 那 他就不是那么容易炒的 但是 如果你在那个技能 数据库里面 那些东西是不清晰的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自己 员工自己填的 到最后 或者有些员工 根本 我老实跟大家说 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在一间公司那里 他说你懂些什么 就填下去 有些人就很仔细地填 这些东西 就是 填到说 即不懂都吹到自己懂的 有些人是很糟糕的 那 我就不是 我就 我呢 就 一样东西都说 算了 你觉得我懂就做 不懂我就不做 就是我其实 我一向都是这样 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心思填 就是 老实说 一见到这些东西我 就只是头痛 不如我 就是 做多几个工作赚 帮公司赚 几元钱好过 就是我整个想法都是这样 但是 其实现在那些企业的玩法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这些东西 你 不跟着去填 不跟他的规矩去做 分钟你就很容易被人炒了 其实就是 因为他们 通常这些大公司 就是 要做skill matching 就是你看看你 究竟有没有这个技能 去做某一个工作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project 他就用那个软件 去帮你找一些 可以做到这一件事的员工出来 他就是这样的 他就用这些 就是AI的工具 和数据的工具去做 那 这些 我看到的就是很荒谬的 其实就是 赞先生说 国内已经有AI绘图 或是画画建模 其实 AI用得最多的层面 我现在说个真话给大家听 其实 AI现在用得最多 就是写程式的人 我不是说笑的 写程式现在已经是 有系统可以用AI 令到本来写程式 写得不是那么好的程序员 是 写出来的软件 是可以比美一个 很有经验的程序员 这一样才是最大事的 我说一句真话给大家听 就是 结果呢 写程式 结果是 大部分是AI写的 那 你知不知道 之后的问题会在哪里 就是用AI来写程式 接着那些程式又会再 某些 不是全部 某些就是去管人的 结果 之后会变成电脑管人 就不是人管电脑 就是不是人玩电脑 是人给电脑玩 现在我都开始 感觉到一样东西 就是有些偏僵 那些东西应该可能 都是用AI去做 用一些演算法去做 有些演算法 做出来的事情 其实就会 令到某些人 我认为 是会 伤得很厉害的 其实就 还有 现在人力资源公司 他们 都是把他们的软件 跟AI 拍在一起来做 好 这次真是麻烦 如果你看到这样 其实 这个世界 结果 人人都被电脑玩 人人都被演算法玩 那你就 就不错了 那 王奥就说 用查GPD 查成绩 不是 他有另外一个程式 叫做Copilot 因为我有朋友 是做写程式的 他说去聘用人 现在都叫他们的下属 用Copilot 帮他们写 他们会省很多钱 因为不用聘用这么有经验的人 有经验的人 只是聘用一两个而已 没有经验的人 聘用多很多 因为AI拍下去 一个没什么经验的人 就可以提升 整个公司的生产力 你说死不死 就是你有经验也很糟 你说死不死 我现在都觉得很麻烦 就是这样 MR就说 但是AI写program 出bug时 会不会没有真人式 troubleshoot 不会的 他很少会出到bug 其实 问题就是 人社很多时候都有bug 但是 用AI写 比如用Copilot 那些帮手 你就不会有bug 那些bug 其实是很少的 现实就是 根本上 它是减少了整个 就是软件研发的 投入的 Copilot 还很便宜 就是这个Software 所以我就告诉你 现在很糟糕啊 现在 Freder Wong就说 IT人发明这些AI 谁知道被AI才 IT人 真是 养狼狗咬心口 你做AI就没事了 你做AI的人 现在是不会那么容易被人炒的 现在是 做其他人容易被人炒的 哈哈哈哈 糟糕啊 还有就是 香港就说 个人工作能力 是文件平衡不了的 真正有能力的人 是隐藏在一帮平凡人里面 其实真的做事的人 就不会吹到自己很大的 就是说句真话 但是如果你要玩这个游戏 那些真正做实事的人 都是要帮自己宣传一下 但是问题就是 你懂得搞宣传的人 通常都不太懂得做实事 就是我说句真话给大家听 懂得做实事的人 也不太懂得搞宣传的 这个就是现实的问题 哈哈哈哈 那Lovit Dongo就是 Kopala也是人发明出来 是的 是人发明出来 但是 他就是 是很厉害的 你比如写Visual Studio 你可以 放在旁边 他就帮你 他就帮你整理 你本来不太懂得写 他就帮到你懂得写 哈哈哈哈哈哈 很便宜的 不是说笑 就是 你说多少钱 这样 100元一年 如果你自己写的话 你请人写的 就是公司的 公司的 公司 plan 这个是贵点的plan 20元美金一个月 这个是令到生产力大大提升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喏 MR就说AI会写会少不 但用户会被漏 用户需要 AI只能够帮忙协助写 不会放手 是不会放手给AI写 但是你结果可以用一个 没什么经验的人 用AI去搭救 那么 你请过没什么经验的人 你就不会用那么多钱去请 明白吗 所以就大件事了 KTML就说Google炒人 连Feedbit也有影响 三月会少了几个功能 其实 很多东西都是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 其实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现在 现在高科技公司去炒人 他们开始 转变模式 他们以前的模式就是这样的 最重要是用户够多 有用户我就可以 有一个 business case 究竟实际上有没有钱赚 不要紧 但是现在 因为 那个 就是利息环境有变 就是 现在借钱是贵的 那么 他借钱是贵的话 他就一定要想方法 就减 就是 营运的支出 他一定要够计 的 一定要想办法 再增加收入 那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大家可能一直用开 觉得不用钱 很好用的东西 现在都不能免费用 其实就是 那么 好了 Sam Chui就说AI立法会 就是 立法会那帮人 他们 职个鬼的 就是 其实香港那帮政棍 是职个鬼的 你是很难 就是 取代到他们 他们 现在已经赢了 还有昨天有个网友 发了一个 新闻给我 我来说一下 就是 讲开人工智能 讲开又讲 不是特意要专程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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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张恩宇 张恩宇呢 他又不知为什么 他又咬政府 又说 就是 平均呢 就有七宗罪案 那么两天就有一个斩人 那么张恩宇呢 就 说什么 好像一个口号的模式 他就说要源头除恶 那么 我就想一下 什么叫源头除恶 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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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说要 香港学深圳 那样 解决有组绩罪行 那样 这个就是源头除恶 了 但是 你知不知道 那些人 会参加有组绩罪行 就是你的源头 就是 找不到食 那么 那些人会找到食 才行 哈哈哈哈 所以 那些奇怪 是什么源头除恶 你说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 那 Protation AI写 就不会先提出错 但是人手又会 是啊 没错 你说得很对 而且呢 用AI debunk是会比人手快很多 是 所以 所以 AI实际上最大用途 其实就是在IT行业 的 整件事是 哈哈哈哈 你说得没错 所以是 如果你说AI立法会比真人立法会更好 不用付钱的话 就是 譬如 现在是十几万一个月 就是好像Copilot那样 给十几万一个月的议员 那就值得 对吧 哈哈哈 对吧 哈哈哈 就是十几万 变十几万就行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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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尔就说 源头除恶 那就是弘洋佛法 哈哈哈 阿门 喂 这个不是啊 南无阿尼陀佛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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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源头减废 他先减了自己 其实议员他说 要源头什么什么 源头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问题的源头 就在他们那些症棍里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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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好像Copilot那样便宜 就是二十元一个月的 那便宜了 哈哈 哈哈哈 那么 那么 好了 毅民香港就说 平均两天一宗斩人 那个平均呢 范围有多大 两星期内的平均是两年 旺角平均还是港岛平均 其实有些 有些 就是 斩人呢 根本是那些人的情绪病發作的 那不是有组织罪行的 有些是 就是 不是说全部都是有组织罪行的 如果你说全部都是有组织罪行斩人呢 我就叫他看一下新闻 其实是 哈哈哈 很多都是九金当备给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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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是好笑 我也沒想到有AI立法會這件事是你們所說的 好 多謝大家 如果能夠安排到今晚再見 安排不到的話 明天再見 應該都是明天的 今天應該都比較多事情做 先進去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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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